国家统计局刚刚发布了8月经济运行的相关数据 我们来连线在现场的记者柴华 柴华你好 给我们介绍一下你了解到的最新数据好吗 好的 主持人 国家统计局现在正在国务院新闻中心发布 8月份重要的宏观经济数据 我们看一下第一个数据 8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是增长4.4% 增速比上月回落了0.4个百分点 那就表明什么呢 工业生产在全球经济下行 以及国内需求减缓的状态下 继续呈现一个放缓的态势 那第二个重要数据是消费 我们来看一下 8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3896亿元 同比增长7.5% 增速比上月回落0.1个百分点 我们其中强调一下 扣除汽车以外的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9.3% 比上月加快了0.5个百分点 那也就是说呢 汽车消费的低迷依旧是影响 整体消费的一个核心原因 不过目前我们也看到 国家出台了一些 针对汽车消费的一些措施 会对未来的这个运期呢 有所提升 第三个重要数据是投资 我们来看一下 1到8月份全国固定资产投资是40万0628亿元 同比增长5.5% 增速呢 比1到7月份回落了0.2个百分点 那分领域看呢 基础设施投资是增长4.2% 比1到7月份加快了0.4个百分点 但是民间投资呢 是增长4.9% 比1到7月份回落了0.5个百分点 那么我们从这几个数据可以看到 金钱的发力已经见效了 但是民间投资的增速依旧在回落 意味着未来在提振民营企业的市场 金钱方面还需要有所发力 那么对于8月份整体的一个表现呢 国家统计局用了两句话来表示说 经济运行呢 保持总体平稳 稳定的发展态势 那有关这个发布会的一些具体情况呢 我们将在稍后的节目中 向您继续呈现主持人 好的 谢谢柴华给我们带来的介绍